一场失利并未将台电女排队击溃,反而激起团队紧决心,在今年最后一天于7月13年排球联赛发挥团队战力,最终以25比6、25比13、25比13击败会洪国际队,用胜利为2017年划下据点。 台电执行教练姚晨山表示,左翼是他们打得不好,对方打得很好,两相比较之下,最终没能拿下胜利,而左翼球员打得比较松散一点,接发球跟防守没做到位,因此没办法良好的完成攻击,赛后有针对这部分进行检讨。 今年开季台电打出一波8连胜,但左翼踢到铁板,以2比3不敌Attack Line队,吞下本季手败,无缘用全胜之资结束上半季赛程。 姚晨山表示,或许之前一路连胜,球员有些疏忽,但他要球员养成习惯,不管对手是谁,都要打出自己的格调,不能让观众看起来表现很松散,比赛精彩度也会下降。 台电自从中段8连胜后,就此改善缺失,重新出发,在上半季最后一战拿下胜利,以战绩9胜一副,高居女子组第一。 姚晨山表示,虽然上半季他们只输一场,但其实在这段过程中,球队的表现并不稳定,有棋有落,因此期望下半季能改善这部分,维持平稳表现,不要落差太大。 当然比赛有输有赢,姚晨山期望明年每位球员都能要求自己的表现,他表示比赛不是,为了追求胜利,而是要提升自己,打出应有水准,如果不小心输球,只要有打出好的表现就没关系。 台电女排队和加油团合影,记者吴思怡摄影,分享。